为了抑制高房价 政府除了严打草房投机行为外 推动社会住宅也是重要的做法 内政部长牛昌在视察驻都中心业务时强调 政府要打击短期投机客 也要鼓励长期投资者 因此针对社会住宅部分 希望把民间的力量与政府的设宅政策整合 希望逐年增加社会住宅数量及多样性 这样子我们的能量就可以扩大 就不只是我们中央政府 或者地方政府在全体推动 我相信社会上有非常多的企业 包括团体都非常愿意跟政府站在一起 让我们的住宅的政策 以及生活的品质能够提升 让整个国家的生活环境也能够得到提升 而为了在后疫情时代 提供有需要的民众更多帮助 内政部方面也推出 房屋租金补贴金额提高 对象放宽 以及中产以下支用住宅贷款户的支持方案 其中租金补贴将扩大纳入18岁以上 及学生租屋族 2023年开始 我们会随到随办 此外呢 救护能够直接 我们给予陆续的一个补贴 未来要申请的这个租人呢 他免付房屋与房东的证明资料 那这一点也可以让过去所谓的看得到 但是吃不到的这个民众 在这一点上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方便 此外我们也放宽了适用房屋的一个范围 会以房屋税跟地震资料来进行比对 没有资料的人 可以以切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另外就是我们最早的一个 这个补贴的日期 会从合格家户 他补贴申请 那一天开始来进行补助 此外我们也纳入18岁以上的租屋族 也就是你18岁 你大学一年级 你就可以得到这一次的租屋的一个补贴 此外我们也纳入教育部 若是学生的这个租屋的需求 学生未来所得到的一个租金的补贴 可以比过去增加一倍 刘昌也透露内政部正在研拟设立 青年购物基金的机制 让有购物需求的青年 透过自己的努力加上政府的协助 在一定时限内存到购物的第一桶金 这个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让有购物意愿的年轻人 他透过他自身自己的努力储蓄 以及政府制度性的一个协助 让他可以在一定的年限里面 去得到购物的第一桶金 我想这一项政策将会稳定未来 我们年轻人对于购物的长期的期待跟需求 刘昌也博士外界所谓劫富济贫的批评 或是有排富的限制 强调政府本来就有责任协助民众 因为在过去三年这个疫情的一个时间 很多的中低收入的民众 还有包括甚至我们的中产阶级 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而政府有责任来减轻大家的压力 所以我要再次强调不是补贴 不是截贫寄付 而是帮忙有需要帮忙的人 刘昌表示完整的住宅政策规划 将先向行政院长陈建仁报告 讨论拍板定案后 预计周四行政院院会后公布 需要能更全面 针对问题 切中要害的一提一提解开 纠缠复杂的住宅问题 让国人住得起 租得起 并能用合理价格购物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谢谢 欢迎周四位老师 好 谢谢